图14是相形统计图 显示三天里那个冰淇淋的销售量 星期四的销量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一个冰淇淋代表50 所以100,200,300,500 然后200,250 OK,100,200,OK,250 星期四的冰淇淋是三天总销量的25% 所以三天的总销量呢 加起来会是等于多少,零 然后在这边敬畏1 然后800 所以星期四是800的25% OK,25% 然后125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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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,14 然后200,OK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它的这一个是 25%四分之一,200 所以它这一个是200 所以它题目不是问星期四多少哦 它是说星期一所受处的冰淇淋数量 于星期四所受处的差 所以星期一跟星期四的差呢 是350 减掉200 所以它答案是150 OK,所以答案是A150 oh shit